谢谢 谢谢大家 都快睡着了还帮我拍手 所以我先来分享一下 我们先不要上课了 我来分享一下 我怎么来到台湾民政府的 我们在座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是被逼来的 有 我也觉得你的脸就是被逼来的 对 就明显的写着 但是我看你很努力在做笔记耶 被逼来的还这么努力 跟我的心态一样耶 我被逼来的时候 大家都睡成一片我没睡 所以你以后也有机会来这里上课 我当时是因为我妈妈 应该很多人 每个人进来的原因都不一样 我是因为我妈妈她跟我说 我隔壁有一个阿姨跟我讲 台湾哪要变天啊 然后我妈就说没意思啊 她就说 台湾要换政府 我妈就说真的假的 然后我妈就说那这样我叫我女朋友去上课好啊 然后我妈回来就跟我讲 我就说你被骗了 然后她就说去啦你去上课啦 结果我妈开始使出她操炉的功力 她就从早到晚在我旁边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你先去上 你上了之后再回来告诉我上什么东西 然后再跟我讲是真的假的 她就一直给我录 一直录一直录 我就想说好啦 我就约好嘛 我就想说让她欢喜就好啊 你快乐 刚好我有点时间 那我就来上课好了 我刚开始来上初级班 我就跟你一样 我很认真的听 很努力的听 回去打算告诉我妈妈台湾民政府是什么 我听了很多老师在讲课 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 哦 原来台湾的历史跟我认识的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跟我们从小到大读的东西有一点反差 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是假的 可是我跟你讲喔 我的脸看起来是这样 我很单纯了 我直接相信耶 我回去我也没有上网查耶 然后呢 初级班刚上完 我就怀抱着满腔的热血 我就去跟我朋友讲 说你有沒有听过台湾民政府 我就想说齁 跟别人没讲 这应该是一个新兴的姿势 有没有 大家大部分都没有听过 我就说 你有没有听过台湾民政府 然后我就大概跟他讲 我就大概跟他讲 台湾的这个历史啊 从日志时代啊 马关条约什么什么 讲给他听之后呢 他就说 好 那我回去想一下 隔天他就打电话给我 诶 我跟你讲 我一整个晚上没睡 我说 哦 真的是好朋友了 那 为什么没睡 他说 因为我上网查了一整晚啊 我给你讲你给人骗啦 我就说这句话听起来怎么那么耳熟 好像我跟我妈才讲过齁 他就说 对啊 上面啊 你没看到啊 什么什么什么 有的没有的 我就说 我知道 他就说 你知道 你有上网查吗 我说 没有 他说 那你为什么知道 你连查都没有查 我就是知道你单纯 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所以我都帮你查好了 我就说 我知道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啊 我知道台湾民政府 已经成立几年了 里面 有很多学历很高的 有很多 懂很多的人 有查我一个吗 我需要查吗 我把我所有的疑问提出来 问人 就一定会有答案啊 我应该不用去查他的真假 几年来 该问的 人家都问过了 我着队没较职啊 我就这样跟他讲 我说 我不用查啦 一定有答案的嘛 你现在有的疑问 别人一定有 那我干嘛还要查 我就这么的单纯 我就这样回答他 我说 这样我有比他更聪明了 我说 我比你聪明了 我都不用查 我就直接相信 所以接下来 再来上高级班等等之后 我发现 其实台湾民政府 它是一个使命 它让我有一个使命感 你觉得应该要为台湾人做一点事情 但这不是每个人一辈子都会有的机会 就是我们很单纯的要做公益 也不一定有机会 更何况 你要在历史上 要留名的话 所以 我才会一直深入 在台湾民政府 去了解说 他到底将来 能为台湾人 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我也很感谢 因为当时在台湾民政府里面的人 大家知道考俊首是什么吗 就是新台湾论吗 大家有买新台湾论吗 还没有 它那里面啊 是我们秘书奖林志生的心血结晶 上面有大家现在每个人脑袋里面的问题的答案 当时我问了很多的 我自己啪啦啪啦写了很多的稿 然后上面有123456789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问了我们当时的知识 然后还有里面的老师 但是他们回答我的答案 我都觉得没有办法完全的解决我心中的疑惑 譬如说主权问题啦 还是什么什么 一定会有问题 不可能没有问题 可是那些问题 最后我在新台湾论这本书里面得到答案 那就是我们考俊首的时候 大家会要你去读那本书 俊首它算是一个资格 也是一个你对台湾民政府法理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你会认真的去读这本书 你读了之后 你不用问自己就会有答案了 你就会知道 哦原来台湾的法理是怎么样奠定现在这样子的法理地位的 日暑美战 上面都讲得清清楚楚 自然而然当你认同的时候 自然而然当你认同的时候 你的心情啊 跟现在绝对会不一样 而且我们明年即将要执政 所以现在大家的脚步要快 不可以再慢慢的观望 速度要快 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 非常欠人才 这样大家有没有清醒一点了 有啦 那我继续哦 继续达成哦 可以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个 我刚刚讲到 大家就知道我们日治时期的时候 是怎么样一个宽敞的道路的建立 1945年4月1号颁布昭和宪法 从此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 这一块应该大家 要进来上初期班 应该很多人都有跟大家讲过 这个对不对 大家看到这个是日本的地图 日本 那这个是哪里 台湾 那这一个日本地图包括台湾 所以当时啊 我们是不是之前日治时期的时候 已经有做黄明化运动 下达征兵令 还有给台湾的人民有参政权 看这是当时的日报 给台湾人民有参政权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此依照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的情形下架构下 我们只要在这一天颁布了昭和宪法实施全台 这一天就像是盖了土地权状一样 我们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个还有一个可以参考的依据 我们当时是不是有签下官条约 马官条约 当时签马官条约的时候 原本哦 不是只有包括台湾跟澎湖而已 应该大家不知道 当时的条约里面还包括满清的辽东半岛 满清的辽东半岛是满清的什么地方 奉天 当时满清叫做奉天 那原本包括这个辽东半岛 奉会大清皇帝一起将这个 跟台湾澎湖一起割让给日本天皇哦 但是那时候有三个国家出面干涉 三个国家出面干涉他说 会不会当哦 奉天是满清的起源地 那起源地的话 你如果割给割让的话 那就是不行啊 因为他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他是满清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日本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就只好好吧 那日本跟满清他们又重新签订一个辽南条约 他再将辽东半岛割还去 还给大清皇帝 那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 当4月1号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候 台湾从此以后是不可以被割让的 而且也没有任何的条约跟条款 有割让台湾这块土地给任何的收受国 所以在这一个就是台湾现在领土主权 属于日本天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在这个时间啊 大家会有一个混乱 历史混乱的状况 刚刚是不是1945年 1945年的时候签订 我们颁布昭和宪法 可是1941年的时候已经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呢 就打仗嘛 打仗的时候 人就是乱 混乱 因为要保命嘛 谁还会去真的很在乎说你有14宪法还是没有14宪法 所以台湾那个时候的历史记忆就非常的薄弱 所以没有很多的台湾人心里面有足够的时间让他认知说 我们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不然时间啊就已经在打仗了 而且4月1号颁布昭和宪法 然后45年的9月2号 颁布同盟 同盟国就是迈克阿瑟这时候 颁布最高统帅命令一般命令第一号 他这个部分就是日本当时的正式投降 那我们4月1号 昭和宪法跟9月2号 一般命令第一号是不是只有几个月 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 但是那一刻是日本天皇的就是日本天皇的 那在这时候颁布第一般命令第一号的时候 当时迈克阿瑟他对日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举动 也影响了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举动 他将日本四分五裂 我给你听听算 因为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是不是很强 他还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嘛 日本武力算是很厉害的 所以美国会怕 那他终于投降了 我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我把你分开 当时日本北方四岛由俄罗斯占管 然后日本的本岛由日本政府占管 然后琉球由美国亲自占领 那台湾澎湖呢 他派蒋介石 蒋介石集团他派他来代理占领 但是在这个时期 蒋介石他们来代理占领的时候 整个都在战争 他们自己兄弟也在打仗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国民党 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 在这个时期哦 都在打仗 所以那时候就产生了 蒋介石集团来代理占领台湾的时候 他自己也在国共内战 所以他就会发生了很多的故事 会造成我们之后有228的屠杀事件 大家有看到1945年10月25日 交战国占领日 蒋介石集团来台 在这个时期啊 大家知道在蒋介石来台湾之前 有两个月台湾是没有政府的 还没有来台湾的时候 日本投降 然后他们还没有来台湾 有两个月台湾是呈现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台湾会怎样 很乱吧 没有警察的时候你会想怎样 我们是可以马上去全联偷搬东西 对吧 然后坐监犯科都可以对吧 可是你觉得台湾那时候呢 发生了你们绝对想象不到的事情 台湾在那两个月无政府的状态 展现出了台湾人非常高贵崇高的一面 自治组自卫队警察系统 自己管理自己 完全没有动乱哦 所以你知道在日治时期的50年的期间 台湾人的人文素养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不需要政府就可以自己管理来 如果那个时候台湾民政府成立的话 会怎样 台湾人的发展绝对跟现在不一样哦 以那个时期我们绝对有办法组一个坚强的内阁 议员 组一个坚强的政府 两个月无政府我们可以自己管理自己 所以我们需要蒋介石集团来台吗 当时因为台湾人民的心态是怎样 战败了嘛 可是台湾人不喜欢认输啊 谁想要承认我打败仗 每个人都不想承认啊 所以当时蒋介石他骗说台湾光复啊 诶 那这样我们就变战胜国了咧 那变战胜国这样不好吗 那你要当战败国还是战胜国 给你轻 每个人都买要挑战胜国 可是他们不知道你挑战胜国 然后光复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啊 中国那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讲到 已经有落差一百年以上的文化落差 进步的落差 蒋介石集团他们那个时候呢 我们墙壁那个水龙头打开有水出来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打开就有水了 不知道 连这个原理都不知道哦 可是台湾那时候的整个下水道工程 都已经建设很完整 所以这样子的文化的落差 我们被他控管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们来到台湾 哇台湾很棒耶 又是一个流着口水虎视眈眈 是个毛岛的人来到台湾 那他们觉得台湾建设的这么好 有钱富裕 而且人民又不多 人很少 那时候台湾才六百万人民而已 那台湾六百万人民 物产丰饶 一年山收 他想也要留啊 怎么想我也要留在台湾啊 那时候国共内战 他们自己自家兄弟正打得很乱啊 他需要什么 钱 需要什么 物资 那他可以对台湾做什么 搜刮 那时候是不是有物价通膨 通货膨胀 那他把台湾所有当时所有的物资搜刮之后 运去中国 资助什么 他们的国共内战 所以台湾物价才会膨胀啊 我当时在这个点 我一开始我在跟我弟讲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我讲到四万块换一块 他说 我说 他们残害我们台湾人啊 用四万块换一块啊 骗台湾人的钱 然后我弟弟 他是台大生你知道 高财生 他就说 那因为物价通膨啊 如果不物价通膨的话 他政府也不需要做这个动作啊 他为了做这个动作 就是压物价通膨的关系啊 我那时候他一讲完之后 我就愣住了 我回答不出来啦 因为那时候我才刚上完课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他的原因是为什么 用四万块换一块 最开始就是物价通膨 也是他搞出来的啊 所以他才用这个这样子来压制 对 对 所以台湾人民是不是很单纯又很善良 当他集体规划我们成为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 大家手上是不是都有拿身份证 大家知道后面有一个秘密的条码吗 有喔 昨天有介绍对不对 所以当他跟我们讲说颁布 我现在是政府嘛 可是大家还搞不清楚他只是代理占领啊 我现在是政府 我叫你们拿我的身份证 你们就要来换啊 不换就不行啊 所以当你们拿了身份证之后 你们就成为他的国民啊 你们就要被他管啊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啊 我要搜刮你们的钱 去资助我的国共内战我就搜刮啊 但是 大家对228事件清楚吗 我原本是一个政治能感的人 年轻人嘛 一般是政治能感 然后我又是女生 平常 国民党民进党看新闻 绝对 看完之后就是 没感觉 不干我的事情 政治是什么 黑暗 我只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 那时候我刚开始看到228的时候 我也没感觉 距离我们有一段时间 然后他那个历史记忆 对于我来讲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指什么事情 可是了解之后才发现 原来台湾人当时 我们在那个时期 我们就有能力可以成立自己的平民政府耶 我们有医生 日治时代是不是已经建立了医院 他当时为什么建立医院 最主要他要控制台湾的疫情 霍乱 然后脏乱 因为满清时期200多年 他们没有好好统治嘛 台湾的卫生非常的差 台湾人常常在生病 所以日本那时候他们为了控制这个 那也有为他们自己啦 怕他们自己的日本来到这里生病 所以他在台湾有成立医院 各大医院然后卫生所 好好的管制台湾的卫生干净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医生 很多 律师 司法机构嘛 然后老师 博士 还有很多的艺术学家 那时候我们的人文艺术啊 画画啊 在日本比赛都有得过名的 我们的那一些精英知识分子 总共2万到3万人这么多 然后呢 228屠杀 杀的是什么人 全部就是杀那些精英 我们比较老一辈的就知道 而且甚至我们台湾民政府里面有很多 甚至是228的受难家属 他们在这一块啊 做得很彻底啊 因为占领国要协助 占领地成立当地的台湾平民政府 所以他没有协助啊 他不想协助 他想要就地合法 我直接想要成为你的政府 我不想走了 但是你这一些精英 2到3万人这些精英分子 可以成为内阁 可以成为政府的人 我把你全部杀死 屠杀 看这些照片 我把你全部杀光光之后 就没有人知道啦 然后没被杀死的呢 白色戒严 大家知道 白色恐怖 是 全世界 历史上最长的戒严时期 38年又56天 很可怕欸 有没有这么久 所以 他当时的228屠杀事件 的状况 把我们的精英都杀光的时候 又开始戒严时期 那台湾人民 就不会讲话啦 所以到现在 我们被统治了69年 也是不知道啊 我们还是不知道啊 我们自己台湾人 真正的历史在哪里 1949年10月1号 中华民国他终于 国共内战 自己自家兄弟 他终于战败了 他战败之后啊 就成为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的意思就是 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土 当时 中华民国 他是不是首都在南京 那被赶出南京了 被赶出自己的国土了 从这一刻 他是成为了流亡政府 他回不去自己的国土 那他可以去哪里 台湾 澎湖 可是他在台湾澎湖 他只是代理占领 代理美国占领台湾而已 所以他做了非常多的举动啊 换了你们的国籍 然后叫你们用他的钱 发身份证给你们 叫你们选举他的总统 做了一切所有的事情 就是企图就地合法 永久的留在台湾 因为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你想 中共有可能让他回去吗 不可能嘛 所以他只能留在台湾啊 他在台湾 但是他们自己 绝对有 心理建设嘛 如果有一天 东窗事发呢 像我们现在 台湾民政府知道了呢 怎么办 那是不是就跟 当时满清 还是荷兰 殖民一样 他会很认真地 建设台湾吗 你说台湾的 经济奇迹 如果没有日治时期 那时候的奠定基础 也不会 因为有现在的台湾啊 所以你说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他在台湾有做了多少的建设跟事情 当然有 延续嘛 他延续当时的蓝图嘛 继续建设而已啊 当时的日治时期 他们画了很多一百年建设的都更计划 都市更新计划 非常多 到现在都还在使用啊 但是如果你们想我们的文化差异 如果当时我们不要被他统治的话 台湾现在跟那时候应该是绝对不一样的 可是美国啊 他其实也有发现这一点 本来他将日本四分五裂的时候啊 他有在想说 台湾澎湖到底要交给谁管 他还想说 是不是华人啊 会散待华人 所以他才派领蒋介石来代理占领台湾 可是他没有想过 会发生 这样子贪官污吏 恨行霸道 公然抢夺人民财产 三七五捡猪 让台湾的大地主变小地主 撕外快换一块 来剥削台湾人的钱 然后变成他们的钱 然后发生二二八精英的屠杀事件 美国他也没有想到 短短的时间里面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他有想过他认为不适合 可是不适合怎么办 那有没有其他国家愿意收留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没有 都没有 所以他只能暂时 让他留在台湾 那真的要管他的时候 刚好1950年 韩战爆发 美国他必须 自顾不暇 因为韩战爆发的关系 所以他将台湾搁置了 美国啊 因为为了反共 所以他牺牲了谁 牺牲了台湾 所以台湾人民啊 69年来啊 其实美国他有很大的责任 因为他是我们的占领国 他没有保护到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台湾人的人权 他没有好好地保护到 因为韩战的爆发 就将台湾搁置下来 1950年韩战爆发 1952年签订的旧金山和平条约 我们是依据 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的依据下 来成立台湾民政府的法理台湾 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 有非常重要的条文 他在第二条有声明 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台湾澎湖 等岛屿的主权权利 但是主权权利在万国公法里面 他还有一个残余的主权义务 所以日本他对台湾 还有主权义务的存在 他不能管啥 但是他不能看台湾人民 就这样子被欺负啊 他当时签力的 在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签力 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领土主权 这一块是重点哦 就是我们刚有讲马关条约的部分 然后一直到后面 昭和宪法办部 成为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之后 一直到这一条 条约都没有割让台湾 给任何的收受国哦 如果我们去查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的内容 跟你再去对照马关条约 有割让土地的内容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没有讲到任何岛屿的割让 也没有指定任何的收受国 所以因此在这一块 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订啊 奠定了台湾 还是日暑美战的地位 这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知道 很多人会问说 开罗宣言啊 波兹坦公告 日本详书 这一些 都是 为什么他们说 这几个不是都讲说 台湾啊 已经要还给中国了吗 这个是怎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时候 中国他们自己一直讲 诶 我希望日本啊 你就是把台湾澎湖 然后还给我们 我们希望啊 我现在在跟你玩假 我在跟你打仗 我在跟你打架 然后我跟你讲说 我觉得这个房子是我的 你这个房子应该要还给我 可是你有同意吗 没有 他的这一些都是单方面的宣言 他说我觉得这个房子 你应该要还给我 这个房子是我的 可是对方没有认同哦 所以这些完全都不是正式的条款 条约是什么 你要签我也要签嘛 才叫双方认同 才叫条约嘛 但是 他这个都是单方面的宣告 我希望你还给我 就这样而已 所以这些完全都不是正式的条约 单方面的认知 所以我们唯一正式的条约 还是旧金山和平条约 因此在遵守国际法的下 我们还是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跟旧金山和平条约 这是我们台湾民政府 最重要的主张立场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我们出去出国比赛啦 不管是奥运还是什么 我们都拿谁的国旗 中华民国的国旗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 可是 台湾两个字都没有在上面耶 很多人的认知 都不知道中华民国跟台湾是不一样的东西 中华民国就是当初 在中国存在着的中国国民党 台湾是台湾 台湾是FOMOSA 他只是代理美国来占领台湾 所以他们两个不是等号 但是因为他发现台湾是一个宝岛 台湾的利益非常的庞大 而且他成为流亡政府 他们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情形下 他要就地合法 以假乱真 他就开始欺骗你 捏造 历史 我们从小到大读的历史 大部分都是 里面中国的历史很多嘛 台湾的历史只有一点点 那台湾历史只有一点点 也就算了 还骗你 然后制造民族情感 说日本鬼子 日本人对台湾 没有不好啊 很好啊 我们才有这么多的建设啊 才会有经济起飞啊 所以呢 台湾的媒体是谁的 中华民国的 他现在可以控制你啊 反正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人 也有被媒体访问过 访问半个小时好了 他回去 帮你剪接 就剪他要的 嗯 一分钟 两分钟 其他的他觉得不想要的 都把你剪掉 那当我们打电话去抗议说 你这样报道不实哦 他下架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他已经播出去了啊 他也不用对你负什么责任啊 所以他可以完全控制台湾的媒体 为什么很多人说 啊台湾民政府既然你是真的 为什么你没有 上报 上新闻 如果你是中华民国 你要让他上吗 要吗 诶我让你上等于我要走诶 啊我要去哪里 金门马祖 还是现代那个平潭岛 那个都很小诶 那个地方都很小诶 他去那里 没有台湾好啊 那所以我就封锁啊 反正我就不让你上啊 你就算真的上了 媒体自由 我也施压嘛 你剪接 历史真相 读的历史 你们想可以想到有一个这么大的诈骗集团 他可以欺骗整个台湾的人民 其实一手遮天 我自己想象我都觉得有点夸张啦 怎么可能 欺骗一个国家的人民呢 可以啊 大家知道北韩吗 北韩大家有去玩过吗 有去玩过的人举手 没有 不太敢去吧 就算想要去参观应该也不太敢去吧 他们是不是光在外知道就很可怕 他们进去 你们有看过一些那个Youtube上面 然后有很厉害的小女孩会唱歌有没有 然后表情动作都一模一样那个 那都是他们很军事化很自私的训练 他们可以欺骗整个北韩的人民 北韩也很大啊 人也很多耶 他可以整个锁国政策 里面的人也不让你对外有网路啊 不让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发展成怎么样子 不让你知道说 原来我对你们的统治是多么的不合理 我们在外的人我们是不是觉得旁观者清 我们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那你现在呢当局者迷 我们现在一样的意思啊 我们在中华生活在这个中华民国的体制下 我们就是当局者迷啊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多么的言论自由 可是像刚刚228事件 整个历史的影片 台湾的网路你要查不好找耶 找不太到 可是你去到国外去查有耶 他有完整的纪录片喔 可是台湾查不到喔 有很多东西就是属于锁国政策 我们不相信自己台湾被中华民国说起来啊 今天好像是选举齁 是 大家都在这里所以没有去投票 有人去投票啊 没有吧 他们的选举 拿着他们的身份证 去选他们的总统 那你就承认你是谁 嗯承认你是中国人 是不是 那他们的肇事选举 大家应该都知道选举就是黑暗嘛 随便一想教室活动 三四百四五百几千万 那 钱从哪里来 我们的税金 客客台湾人 那你投他票还要付他钱 对 对 然后他选举OK啊 反正我选一选 我只要票数有超过多少 我就钱都可以拿回来 还有倒赚 那我当然肯花啊 反正全民买单嘛 对 现在啊 在跟人家讲 台湾民政府就有人会问我 那以后台湾民政府执政 的时候 如果不选举 这样怎么会有民主 那你现在选举就民主了吗 现在选举民主吗 你们太阳花学运 你要表达的心声 真的传得到吗 因为在他的认知当下 他就没有要好好的治理台湾啊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流亡政府 他早晚有一天会离开 如果有人发现了万国公法 跟国际战争法的真相的时候 台湾成立了属于台湾人民的 自己的平民政府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离开啊 那就跟满清一样啊 跟荷兰一样啊 跟荷兰一样啊 谁要好好的治理 你说执政之后的人民吗 我们当然会有政策啊 我们以后执政之后绝对是 先依照美国 因为美国是军事占领嘛 我们要听他的 刚开始的时候 等到占领国协助台湾人 平民政府成立 确定你能够自治的时候 他会还给你啊 占领国会离开啊 是不是 那以后台湾要走什么路 跟日本天皇寻求自治国 还是成为瑞士中立国 还是可以讨论啊 但是台湾人以后很好 生活很好过啊 毕竟我们是产油国嘛 那所以流亡政府的肇事选举 第一个 千万不要去投票 再来 体制内的政党 民进党 台联党 所有的台独 为了台湾人好的 希望台湾独立的 那些人有没有错 他们想台湾人好 可是他们不知道 台湾真正的地位是什么 走错路了 他们不知道台湾不能独立 因为台湾的土地权状 在日本天皇那里 我们是住在上面的人 所以土地还是有人的 那你要独立 你还是要经过 这个地主的同意啊 那到时候可以寻求啊 可是你一开始 如果你是在中华 民国流亡的体制内的那些政党 他们也是有选举啊 他们一样有拿我们人民的钱啊 他选举完一样可以拿我们的税金 缴的税的钱啊 那他要做事情 要经过谁的同意 还是要经过中华民国的同意啊 所以他能做的 就完全就被限制住了 除非你跳脱 就像台湾民政府一样 完全跳脱 政党 我们不是党派 我们是政府 当你完全跳脱的时候 整个思维就会不一样 你所做的事情 就不是在流亡的体制内 所做的事情就非常多了 你可以为台湾人 做非常非常多的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你还敢相信 你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真相吗 媒体 假的 你如何去分辨 你看到的东西是真的 是假的 其实我自从了解民政府之后 我看到这些图我都会觉得 我都会直接想到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什么东西都可以是真的 看起来很像真的 这个图也是平面的啊 这个也是平面的啊 可是看起来都很像真的啊 可爱吗 大家有看过这个吗 这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它是巧克力 应该是吧 可是制作这个厂商 我觉得它 你敢吃吗 很可爱喔 吃不下去啦 可是重点是 技术 现在啊 什么科技发达 都能够做得跟真的一样啊 媒体 拍的时候找一个人演演戏就好啦 讲的话其实他也不用太负责任 但是我们有一个人知道历史的真相呢 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生 大家有听过林志生的故事吗 我们秘书长啊 林志生他真的 如果没有他 台湾人也没有现在这条路可以走 你知道他多辛苦吗 你想像在一个房子里面 然后没有窗户 然后地上摆满了罐头 然后半年都不出门 那个原文书 全部都英文的原文书 叠得跟人一样高 整整半年多 他都靠朋友来帮他送食物 没有出过门 他就关在房间里面 就是读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从那一些原文书里面 找到台湾真正的地位 日暑美战的地位 所以当他发现的时候 他知道必须跳脱 他那时候他率领 228名的228受难家属 去控告美国政府 他控告美国政府 说台湾人 很可怜啊 你们占领国 要来对台湾人 履行你们的占领的义务 你要保护台湾的国土安全 然后协助我们成立 平民政府 流亡中华民国 应该要离开 他都在这么 他都占领台湾这么久了 69年 够久了吧 还没太久了 所以 当他控告的时候 我们在2008年3月18 美国华府的联邦地方法院 有判定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本土台湾人大家有申请身份证 就知道本土台湾人是指什么 你的日治时期 来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 2009年4月7号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他的判决 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 什么是政治炼狱 就你们拿的那张身份证 后面那一个条码 你偷偷的被判定你是台湾人 还是中国人 你们自己都不知道 他来决定考试要不要让你过啊 要不要让你一直高升上去成为 政府人员 公家机关 在228的时候他很有经验啊 他把所有的台湾人 有计划的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一直到现在 觉得民进党 陈水扁当选 好像是台湾人嘛 可是呢 当选之后四不一没有 他进去当了总统他才发现 哦有人告诉他台湾的真相耶 然后他才发现他什么都不能做 因为他是流亡中华民国体制的总统 除非他跳脱 他才能为台湾人做事 但是他没有跳脱的情形下 他就是必须要听中华民国的命令 他也是流亡政府的一份子哦 所以没有用啊 你一定要跳脱 才有办法真正的找出台湾人的路 所以最后 我们2009年美国宣布 国务院放弃抗辩权 2009年10月5号 联邦最高法院宣布 各自本案代审 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行事 这个各自本案代审 大家应该都有听到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条件 我要你训练 4000名的公务人员接掌政权 可以啊你告赢我了 好我旅行嘛我旅行义务 那我中华民国赶走的时候 你要谁来管台湾 你的人在哪里 谁可以来做这些公务员的事情 那这样好了我照比例 当初流亡中华民国 他来到台湾的时候是 带1000名公务人员 台湾是600万人民嘛 那现在我们是2400万 1比6 4比24 所以就是4000名 合理 我比照嘛 所以4000名不多也不少 你训练好了 OK 我觉得OK 我就政权交还给你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幸运呢 我也觉得我很幸运 因为我进入台湾民政府的时间也不长 你知道台湾民政府里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志工 他们都非常的久 在台湾民政府都努力很久 可是明年我们就要执政了 我们只需要 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成果 他们都等了几年耶 努力了几年耶 我们现在进来的人都是非常的幸福的 我们秘书长有说 你们顶世人稍好乡 有保比有拜拜 才会有现在这样的成果出现 流亡中华民国他要离开台湾了 的真相你看得懂吗 大家都有看到新闻裁军吧 有齁 为什么要裁军 大家知道流亡政府啊 在国际战争法里面 流亡政府不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超过12万人 所以他只能拥有自卫队 在12万人以下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到 我们的秘书长是不是告赢了 那告赢了呢 结果就是美国他就跟 中华民国说 诶 让人发痕啊 你差不多要走啊 那你要走啊 你首先裁军吧 你要回复到12万人啊自卫队 不然你是流亡政府 你在国际间就是恐怖组织哦 所以开始裁军啊 不管他用什么理由 媒体嘛 告诉你们什么理由他为什么要裁军 都不是真的 现在有看到行政院废止案吗 大家上网巴拉Google一下 很多啊 不是一条两条耶 哦 越来越多最近一直出来 一个国家不能裁军嘛 他一定要需要军队保护他的国土嘛 哪有这种道理 然后还要废止 废止案 行政院废止案 一条一条的一直在废掉 这都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国家 应该要做的事情 还有平潭岛 大家有看到海峡两岸的平潭岛 这也是美国他们跟中国可能给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的一个退路 平潭岛 国共和解 这些东西之后 2009年的6月29号 当时是不是有ACFA 他们是自家兄弟在签的合约 跟台湾人没有关系 大家知道吗 自己没关系哦 他是自家兄弟在签和解案 我如果去到平潭 平潭是中国的嘛 那我去到那里的时候 你是不是 你要有和解啊 表示之前的国共内战 不算啊 我们现在和好啊 握握手 和好了 表示他可以回去 他可以过去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 你Google就可以查到啦 裁军 这都是新闻 大家自己上网就可以查到 但是你们看新闻看媒体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什么是真相 以前不知道没关系 现在知道了 你们就会发现说 你们在看的时候 不一样哦 你会发现你的思维 在看东西就不太一样咯 平潭岛 猎财 复制台湾 在台湾住69年习惯了 复制一下啊 顺便挖一下我们的人才过去平潭岛 我爸爸啊 他也不太相信 但是他是一个政治狂热的人 当平潭岛出现的时候 有一天我新闻看一看 我就转过去问他 我说 爸我问你哦 为什么 台湾人可以去平潭岛当官 然后我爸就 愣了一下 转过来说 为什么 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耶 我也才在想有点奇怪 我们怎么可以去做中国人的官 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们可以去平潭岛当官耶 很奇怪吧 这个是 平潭岛 有没有很漂亮 绿化 然后他的锋利发电 他的整个建设 台湾69年 在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管制下 建设 十年二十年 还是69年建设成现在这样 那个马路天天在挖 要钱吗 因为没有钱我就挖马路 我就会有钱了 然后到处建设都乱七八糟 然后一大堆的东西都放在那里养蚊子 为什么为了要钱吗 然后我有建设给你们福利 你就会投我的票 我就会当选 可是对台湾的地方经济 有没有发展有没有建设 我不管 我不管我只要钱 但是他建设他自己哦 要退去的平潭岛哦 两三年而已 平潭岛是一个小渔村 他才两三年而已就建设 的很厉害了 对 而且他花了拿台湾人非常非常多的钱 去盖他的平潭岛 但是又不是我们要住的 为什么我们要给他钱去盖 台湾就是一直在被掏空当中啊 还好台湾人以后很有钱 不用怕 所以69年来台湾人一直生活在政治炼狱 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现在大家知道了 知道了就要赶快去做 我们明政府现在的脚步很快 非常需要人 明年执政之后 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 来协助台湾这块土地 好好的成长发展 所以你看 越南大暴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 有没有看到 我们发贴纸 我是台湾人 他就流亡政府中华民国他就只能做到这样子而已 因为他不是一个国家 他没有能力可以保护台湾人 所以当有国际间的事情 菲律宾传难 杀台湾人的时候 跟越南大暴动台商 他都没有任何的能力 国际间他完全没有说话的余地 太阳花学运 其实当初看到这个时候啊 我也蛮难过的 我们这些学生 这些知识分子去抗议那些服帽 可是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他们签的服帽也是国共和解啊 也是他们的条款里面 完全没提到台湾两个字 他们自己的人 在跟自己自家兄弟在签条款 我们这些人去抗议的要死要活 还被水柱冲倒在地上 有没有看 但是跟台湾人真的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但是台湾人都不知道 我们也很想让大家知道 可是媒体被封锁 可是我们现在开始要 台湾民政府要硬起来了 因为我们明年要执政了 我们年底就会登报 我们会告诉台湾人民 你赶快来办身份证 你如果不来办 你可能要跟着中华民国 退到平坦去 你要吗 台湾是宝岛耶 留在这里台湾人以后很有钱 呃 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就不讲了 本来要告诉你们一个很可爱的故事 好 最后 观念改变行动 将台湾历史导政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我是因为使命感在这里的 我觉得人一辈子啊 可以为台湾啊 做一点事情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保持正面能量 大家有看过Secret的秘密这本书 可以思考一下吸引力法则 然后大家就会很幸福很美满 好 谢谢大家 这儿 为了叫声 让你今天的词 呃 非常